我们开始的话还是花一点时间去回顾一下昨天的内容 昨天差不多就讲了这些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上来的话 主要是去紧端了 工端了一个home protocol 因为我们主要是发现有重复的代码 就去紧端了工端了一下 然后工端了home protocol之后发现 还是应该给它抽取一个鸡类 那还是同样的思想 抽取鸡类应该如果去考虑 直接把它给揪过来 改发改发就差不多了对吧 这个时候主要是给大家提了一个 同步和异步的问题 因为在HTDUTO里面 所以有两个一个叫同步 一个叫异步 这个也给大家看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是吧 同学们出去之后 对于这个同步异步 尤其是这个执行顺序 你要理解它代码出示的法 就是一个执行顺序 很多时候就这样 执行顺序 你代码你一定要知道它执行顺序 或者叫执行的流程 很多话就是由于它引起的 知道了吧 OK 也就是同步应过的时候 同学们就很容易犯一个错误 就是没有去把握好它的一个执行顺序和流程 是吧 好这句话还是大家再再规计 把它给大家说一下 主要的方法体育里面的 是吧 体育里面的语句它是干嘛呀 严格按照顺序执行 方法以外的话 平时我们写的代码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相当于是同一个时刻 像这个也是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执行顺序和流程 这个很容易搞错的 OK 那后面的话 相当于我们这个前一帧两块 那就属于这个协议的红专了吧 协议红专是吧 因为公司的话都会根据自己的协议 然后进行一个红专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base protocol 那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协议进行的红专吧 或者可以看一下我们的base protocol 好在这里去给它加载数据 开始主要是写的它 对吧写的它 好稍等一下卡住了 好OK 好 进行了一个公专的协议的公专 也就是方便我们不要用的时候 方便一些的 在协议公专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两个吧 因为协议请求嘛 第一步的话肯定就是拉取节省尺寸 对吧 第二步的话就是解析节省尺寸 然后对于这两步 我们是不是分别做了处理啊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 好 真的 还要拒绝 三课了 把它给干掉 一个力量也挂掉了 还想休息啊 我给它收息啊 我给它收息啊 还也挂不掉了 好 再开一下试一下 这个没有杀掉 看一下这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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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那接着我们就是一个常规操作了 考虑要加缓存了 因为 你看 之前我们分析的时候 就这样分析了 我们URL去拉取图片的时候 拉取 feature map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三级缓存吗 那么这协议也是一个URL 它只是去拉取的是 接审时寸 是也可以三级缓存 对应的话 内存 SD卡 对应的话就是一个网络 也就是 其实也是一个加载流程的问题了 对吧 这个加载流程的话 是比较知道的 是优先是内存 内存最快 其实那是SD卡 最后才是网络吧 那网络之后的话 你就既然反过来把它存到内存 或者存到SD卡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在协议缓存的时候 我存到内存里面是放到哪里的 放到一个贝斯IPP的 里面吧 可以写 因为它是一个群局的 对吧 那里面我放了一个外图吧 对不对 好 大家想一下 你们在讲这个 讲这个图片上 内存的时候 内存到内存的时候 是存到哪里去了 所以它单独给它搞了一个叫LU的开启 那LU开启是个啥 它其实内部就是一个命格的哈希麦谱 是不是也是一个麦谱 那我们这边说也是一个麦谱 就是也是个 我们这边是用的哈希麦谱 OK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基于的是这种算法 对吧 它有一个删除 相当它的话 是可以指定一个大小 要指定一个思照 到了思照以后 是它就做遗嘱操作 对于我们这个是没有去控制它的大小 那我问大家想 我之前用的 叫直接用了一个哈希麦谱 那可不可以把它改成一个LU开启 一模一样的都可以改 对吧 你你把握了内存存储的核心就知道了 内存存储似就是在找一个集合 把一个对象存起来啊 啊 对于同片的内存 它是只存到低头卖部嘛 对吧 那我们这个协议缓存存我们的阶层十寸就可以了 对吧 好一样啊 觉得你也必须改下 我也在一个项目里面看到了哈 它们的内存存储存 协议的内存存存 就这个LU开启去存 好一模一样哈 OK 好看一下 这边 看一下我们的Base Protocol 好这里有一个 从网络加点数据 好OK 这个也比较简单一些哈 好 接着再往下看就可以哈 看往下 好这个一样哈 这三块很容易一点 你就合理的图字加长 结合起来分析 结合起来分析的话 你还可以 方便的去学懂它 而且你还准备一些共性 对吧 因为这个缓存它是有共性的嘛 好的 OK 那我看一下这个后面就是 缓存APU 这两个就比较紧张了 好 那这个插件的话 说了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其实很少人知道这个插件了 所以这个插件还是比较好用 你用一个LUX开发 建议大家把它给装上 对吧 好 OK 那这个讲了一个 自装的一个巧设计 其实就是做白了 把数据库里面的一个一个自装 何必是一个自装就可以了吧 好 这个好好理解一下 以后实际开发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种存储款式 去存储你的缓存了哈 好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吧 我们这个鞋底缓存 我们可以存到这个file 可以存到severlite 可以存到sp中 对吧 那这个具体的使用的一个频率 到底是哪一个用的多一点哈 我觉得哈 应该severlite是用的多一点哈 在shed purpose里面 它一般不会去存 这么很庞大的东西哈 shed purpose 一般算是我们配置问题 对吧 它可能只是一些存一些配置 之类的 对吧 好 好 一般会存到severlite里面去 那file的话 啊 为啥 使用severlite 它结构性比较好一点 那file 它始终是一个单独的file 因为你用severlite的话 你可以很方便的去使用这个 事物吧 啊 事物之类的 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输入 加上这个事物的话 效率就高很多啊 它这个file 它其实也是一个文件存储 severlite 其实也是文件存储 对不对 好 但是severlite 你可以加上一些 事物 你可以进行一些 增商改查 像这个东西 是不是直接扔了一堆 这个是不是你还可以进行一个 C-R-U-D 增商改查 这个标准一些 C-R-U-D 好 事物也需要配合 好 这里也可以多说两句 比如说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说到severlite 你一定要想到事物 知道吧 为啥呢 因为你插入一条语句的时候 以前我们在刚开始开发的时候 是在一个2.3的模拟器上去开发 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去开事物 它情况是怎样的呢 假如说一条severlite 大概是需要0.1秒每个执行时间 心理比较差的 其实上有这样的执行时间 那假如说我执行100条语句 它的一个severlite 100条 它的执行时间的话 就是0.1乘100左右了 但是基本上你就不可以忍受了 对吧 不可以忍受吧 OK 好 但是如果你开了severlite 你即使是100条语句 100条语句 它的一个执行时间的话 也就1点条语句的一个执行时间了 也就0.1 这可以做不到 0.2秒左右 你明白了吧 severlite severlite 就是相当于它是批量执行 它把它当成一条语去执行 对不对 好 这个事物给大家提一下 因为你们快捷克 这个事物的话 你也非常努力 你直接去三句话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记住这三句话 一个叫 就是叫begin begin translation 一个叫severlite successful 一个叫n的传材 你说我忘了怎么办 你只要知道这个思想 晚上一收 就出来了 你把这个 今天网络也发动 好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对的话 是不是在哪里 是在我们severlite open的 severlite的一个 data base里面 好 OK 总感觉今天听到有问题 好 一会儿我们查一下 请不管它 也就是有个事物 我只要有些东西 就是这样的 我只要把这个纸提给你了 你就没问题 因为你去搜 安卓 事物一下就搜出来了 它就会很多demo 也就三个办法 对吧 以后大家用severlite 一定要想到实物 OK 后面的话 就是说了这个 构成了一个三种方式 回顾一下吧 有三种解析方式吧 比如说我给它定义的叫 并解析 还有一个叫 并解析 还有一个叫 不采用的 节点解析 是要了解的内容 并解析 是我们最希望的吧 对吧 那并解析 它就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你的阶层的结构 阶层是寸的结构 要不你并的结构 一致吧 所以这个并的结构 要一致 你才可以用吧 是吧 好 对于并解析的话 它是针对这个 逆时的或者外围集合 那这个节点解析的话 相当于你前面的不能用的 那你就只能用 绝对解析了吧 对吧 好 好 这个构成这一块也比较紧张 那对的话 我们去搞了一个 Home Picture Holder 这个也比较紧张 但是我们写法就不一样了 很多东西 它还是有点不太理解 这个Holder 这个Holder 其实就是一个啥 是不是就这点加固有 对不对 也就是你原本 把一个DataView的东西 要写在一个类里面 现在你是可以把它单独的 抽取出一个类 因为我的Holder 可以干嘛再次强调 所以它给提供试图 第二个还可以接收 数据 还可以进行 数据和试图的板定 这是以前你在一个类里面 干这个事情 我把这三个事情 单独的抽取一个类 是更好一点 我盖起来 OK 好 那这个轮播图的话 也就是一些残劲的 比如说 制作轮播 无线 轮播 还有这个按下去的时候 停止轮播 对吧 比较常规了 OK 那主要是这个 但是我们最后是 把它布置到2.3的手机上 有这个问题 说了一个顶级的问题 叫 信号问题的问题 对于叫 我们这里的信号是 weepager 信号 weepager 对了 说了这个信号问题 有很多种情况吧 比如说你在学的 sliding sliding menu 和这个weepager 信号的时候 也有问题吧 那这两个问题 它是属于滑动冲突吧 也就是 副容器可以滚动 孩子也可以滚动 最后到底是谁去滚动的问题吗 是这样吧 OK 除了这种 这种信号问题 还有很多吗 比如说我给大家提了 拓展了一下 你又去 叫 sql 大家有没有去试一下 我给你们说了 有没有下去试 没有试了是吧 这个你还是要去试一下 要看一下现象 不然的话 你感受不出来 OK 还给大家说了 List review 请他 create a view 这些都可以试一下 你说 这时候还没有时间 对吧 那也可以原谅你 后面我再把 最后一天 我再把这些解决办案 把这个demo发给大家 希望请去 大家先去尝试解决 为啥 因为都说了 现在这种问题 是很典型的问题 随便你一搜 是不是就有四种解决方案 这问题就比较顶级 那就不难 只要你知道 有这个东西 存在就可以了 比如说请两天 刚刚有个同学正好问到了 一个非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的 叫fergment 请找fergment 其实它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需要用get 叫fergment manager 因为我们用这个 fragramment manager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就是用 get sp overp support fragramment manager 你看 如果你不知道有这个概念 你肯定会去用这个 但是你用这个 就有问题了 知道吧 他需要用这个 所以这些形象 都是比较典型的形象 所以说最好还是自己先去看一下 有什么形象 对吧 好 已经做了这个东西 那么重点的话是去 相应解决办 我们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因为这个比较成型 随便到网上 eco也搞定了 对吧 主要的话就是定义了一个in 2的viewpager 对吧 其实这种解决方案 它是有两种方式的 第一种方案的话就叫自定义 孩子的view pager 其实你还可以 自定义 富 容器的viewpager 那自定义孩子的话 我们就是说 控制他 什么时候 就是请求富容器 是否拦截就可以了 对吧 那对你如果你是 自定义一个富容器的话 那你对应该是怎样 就是 是否拦截就可以了吧 因为决定群在自己身上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一个孩子 孩子的viewpager 决定群还在谁的身上 还在富容器 是不是你只能说 请求他 是否拦截 如果你是自定义的 这个富容器的话 你直接就可以控制 是否拦截了吧 对不对 好 好 这里有个方法 非常重要 还记得吧 request 第一 是 foral imper save 拦截 踏起 以问的 是吧 ok 这个出货是非常的 非常的长的一个方法 但是非常的重要 是吧 ok 这块解决方案说 非常的容易 但是我们顺势去拓展了 正常的东西 来看一下我们拓展了 这些东西就 有点意思了 所以说了这个解决方案是必须要感到的 你就不会被炒鱿鱼了吧 对吧 那下面这些是可以拓展学习 好 所以我们来一一的看一下吧 还能够想起来 比如 这个为什么在不同的sdx上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在处理这个安心目目的时候 说白了 是否拦截 是否拦截 它在不同的版本上 有不同的一个处理操作 你说你对一看 根据看了圆 对吧 他在根据不同的sdk 进行一个不同的操作就可以了 简单说一下就可以了 是吧 他具体问哪个方法是有的叫安四块方法 对不对 你要记得他是在哪里呢 unintercept的一个爱心目目里面呢 这个看四块方法吧 对吧 好 那对了 现在也说这个也非常难理解 为什么 我们是在纸的viewpader 安他起一问中的爱心目目里面 进行一个请求操作吧 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能走到纸viewpader 安他起问的爱心目目里面来 这个能不能理解了 能不能理解啊 是不是有一个法子的概念啊 啊 有一个有一个法子的概念 比如说 这样去就一个例子吧 你看 现在我移动了这么一点距离 现在是不是也也触发了这个爱心目目吧 但是还没有达到法子吧 还没有达到法子 我这个viewpader 就不把它看作一个拖动行为 我不把它看作一个拖动行为 是我不能心态 不想拦截他呀 因为你可能只是手指在这里 你轻轻的挪动了一点点吧 对不对 好 他接着往下走啊 现在还会触发吧 对吧 接着 还会触发吧 再往下走 还会触发 这个给你们多搞几个 你就明白了 所以这个 这个法子是慢慢靠近了 他就会 拦截了呀 假说 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再来一个吧 他发现你两个的左右的滑动距离 到了这个顶的时候 他觉得你这个应该可以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拖动行为了 为什么 其实很紧张吧 因为你这个虽然是一个物 但是你这个拖动距离太小了 你不能给提醒给用户看嘛 是不是 只有他达到已经距离之后 你才去修改视图 让他给用户产生一种移动的感觉吧 你这种虽然在移动 但是产生这样的移动感觉 用户看不出来吧 你也了吧 所以这个时候虽然移动了 但是用户能不能看出来 太微弱了吧 只能说达到一定值的时候 我去让他移动 用户才可以感知吧 所以这个时候 他时候就传下来了 你看这些都会传 他传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都会传 OK 达到法子之后 他就拦截了 然后就不容器就处理了 对吧 然后对应的话 有正好在这个里面 已经请求他干嘛 在这个里面是请求他 不拦截了 对吧 请求他不拦截处 自己处理 OK 好 对这个 这个也非常难理解 为什么可以做到 但是我们简单 记录一下这三句话 问题就不大了 首先你要明白一点 我们去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是GateParent去调用了吧 那感觉是直接找到它的 不容器 其实不是吧 所以它里面有一个 什么程度 地归程度 也就是一层一层的 晚餐少 是吧 OK 好 对应的话 我们说了 好 对应我们WayPaper 收到这个Touch式进行的时候 他是不是没有去 优先走的方法 也就是四件优先走的方法 叫 第四 派起Touch Event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WayPaper没有去复写这个方法 所以说它平定会表示 是吗 Super 那Super又是谁呢 正好就是我们的VueGoogle 对吧 那VueGoogle里面 我们开始是不是已经给它打了一个标记 对吧 OK 它在对应的Vue 就是它的VueGoogle里面的 底四派起它喜欢的一般 是不是就定于我们设置的标记决定是否拦截了 对吧 它变成一个最终的一个大管家 对吧 好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 嗯 好 这个下面的话就是 这个问题哈 清潮问题是很典型的问题 大家好好的理解一下 比较有难度 好 这个 这个专题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哈 专题的音简里面主要是说了一个它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我们这个这个 有了这样一个布局之后 我们图事就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永远 永远不会 并行吧 为什么永远不会并行 首先我们是去分析了为什么会并行吧 考虑了吧 考虑 屏幕 并宽或者并高的情况 对吧 其实哈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屏幕失费 那屏幕失费的核心你觉得是在 我觉得假说话 我去说哈 屏幕 是对的核心 其实你是去考虑 考虑啥呢 考虑手机屏幕 被 拉 拉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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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拉高的情况 理解了吧 哈 这个其实屏幕失费 不是在 不是在我们这个 安卓开发里面才有屏幕失费 其实屏幕失费这个东西哈 最早是在 我第一次接触屏幕失费 其实在这个地方接触的 以前写这个DIV加CSS 写这个H7MLL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定脑屏幕 它是怎样的 各种这样的吧 也就是你去进行一些网页开发吧 比如说起砖的网页开发 你会不会考虑屏幕是吧 对 那它跟市的核心事件就怎样 就三根字 叫三 只是一 你就考虑 怎么去适应就可以了 那如果考虑呢 那是你就只能考虑这个 啊 这个定脑屏幕啊 有的更宽 或者有的更高 那对你要如何去适应它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的 那对于回到这个手机里面来 它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吧 你就考虑你的手机屏幕 被拉宽或者拉高的情况吧 对于我们去分析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样分析啊 那宽或拉高的时候 是不是就发现图图变形了 并行并行并行是啥意思啊 就是图这儿的宽高比不等于了我们的ImageView的宽高比 所以说形式就并行了吗 对吧 好 对应的话在宽高比发现我们后台的图图 是不是最好这个宽高比是一致的 OK 那接着我们又去分析了 那我们这个可以拿到啥是吧 是不是这个Image的宽度 我们都是给那个MuchyParent的 是不是它可以拿到啊 那对应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去动态的计算它的高度了 动态计算它的高度 是不是就可以完成这个效果了 对吧 好 好好理解一下哈 还是一样哈 一个知识点 你一定要去看这个知识点靠谱 比如这个知识点 它绝对是靠谱的哈 因为它可以把把你的认可图变就无力行吧 而且 起来这个控制非常的重要哈 你你不信你出去说啊 这个还是一句老话 十个成续啊 十个民事官 九个半就不知道 你试一下哈 不信你试一下 对吧 你不要找到黑马来就知道了哈 哈 知道了哈 这个一个知识点 你现在一定要均行归类了 比如说 你们老是觉得这个明事的时候 不知道哪啥 那其实是你没有把握 哪些知识点是别人不知道的 知道了 都说了吗 画个图理解一下哈 你看这是民事官 这是女的 你看 你比他说明天更厉害 但是他问你 假如说民事官 问你这块那种 没有在交集里面吧 没有在交集里面 是不是你就懵了 假如他问你这个交集里面的 是不是你就打得上来呀 假假说哈 这是他做民事官的情况 假如说你反过来 你去做民事官 你也给他说被列 这里面的东西 他也拿不出来 知道吧 大家知道哈 这个知识这个东西 没有谁绝对厉害 绝对不厉害了 数据就是说 我闻到有心后 你解决了吧 好 每个人有自有散散的东西哈 你一定要明白哈 好 好好的去想一下这个 想想一下一下啊 这块概念 靠不靠谱哈 虽然就一个紧张情话 挺挺实在的 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知识的话 大家好好的去把握一下哈 ok 好 这块的话我们就做完了是吧 好 下面我们这个空间 进行的拓展 宽度以致可以动态计算高度 高度以致可以动态计算宽度 是吧 ok 差不多 好